現在我在馬來西亞最著名的一個景點 就是黑風洞,那後面就是我們這個272階的彩虹階梯 那我們要來上去到這個裡面來看這個印度神的這個廟宇 走吧 我從這邊階梯就上去272階的彩虹階梯 然後我們現在進來之後呢 哇,一眼看過去最多的就是鴿子 超多的,而且它會群體的飛翅 有點可怕 黑風洞位於吉隆坡北部是印度以外 著名的印度教聖地之一 入口這尊金色神像是印度教的戰神四劍陀 他是師婆神和這個雪山女神其中一個兒子 那這個地方呢也是馬來西亞 大寶森節慶典的重鎮 然而黑風洞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座巨大的石灰岩洞窟 座羅在半山腰中 那為了連接這個洞窟 打造了一座兩百多階的階梯 那近年來呢,再進入這個洞窟的這個階梯 被塗上了繽紛的色彩,成了彩虹階梯 也成為了這個吉隆坡必來的這個景點之一 上來這邊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好,我們進去看一下 爬完這個兩百七十二階梯 已經滿身大汗了 那但是到了這個洞窟裡面溫度偏低 所以滿舒適的很涼爽 那在這個洞窟裡面呢 也有很多的商店家 買著這個參拜的用品 可以讓你在這裡選購 也有一些伴手禮跟一些紀念品 都不錯,很好逛 來這邊拿你們一杯洛神瓜 洛神瓜的對不對 嗯 嗯 嗯 來,先稍微的等一等 神魚 這個黃啦 來,最後一口就看你要不要 嗯 嗯 嗯 冰冰飲料是洛神話 我現在在等於 那房卡 等一下就要去那個大紅花 來吉隆坡一定要來住這個大紅花Villa度假村 那這個度假村呢 它的特色是把這個房間呢 蓋在海上 用這個房間 排成一朵大紅花 那這朵大紅花呢 就是馬來西亞的國花木錦花 它的特色 除了這個蓋在海上之外呢 還有每個房間有自己的游泳池 這樣的設計應該是 世界上渡假村裡面 最多游泳池的一個渡假村吧 欸,好 我們是362 我要跟他們一起開箱好不好 好,那你們開箱 好不好 看一下360的房型是怎樣 不好意思,我們是62 好 我們是62 他們是62喔 好 那你要快去馬開箱 好 好 Scan this one for good service Friend service 喔,如果要叫那個客房服務的話 就掃這個 喔,拍照下來 那叫車也是用這個喔 喔,不是 叫車 2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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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Mini We take a picture 他叫車就用那個 沒有沒有,用電話 這是客房服務 客房服務 嚇我一跳 OKOK 想說可能有兩種叫車方法 喔 喔 OK,先去看一下房間 OKOK 我們先去看他的 看 362的房頂 好啦,我要先睡覺啦 喔 哇 哇 酷喔 好,那不會不見 這個大開關 哇 這一個 裡面還有兩個 一個是那個熱水的 好 要插卡 然後那個 窗頭還有很多那個電燈的開關 喔 都把它打開五個亮 好 欸,什麼什麼要睡覺 欸,所以他的開關就是床頭燈這樣子 對,他開關很多個 喔 就是 氣氛型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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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有香檳杯 哇 都有都有 然後走出來這邊就是 哇 一個 可以看到還以為一個玻璃地板 然後走出來外面 喔 這個外面很漂亮耶 哇 外面有一個泳池 哇,這個外面超漂亮的 有了 叮咚叮咚 哇,進來 兩張單人床 這個房型床超大的 欸,你要插卡 你就插卡 插卡 哇 氣氛燈 氣氛亮 然後床的對面就是一個平台 欸 然後再來走出來就是一個 玻璃地板 看得到海底世界 沒有 然後那旁邊就是 廁所跟衛浴 欸,他的衛浴是 跟廁所是分卡來的耶 這個就是淋浴間 然後淋浴間的旁邊就是 廁所 其實這樣很方便耶 有時候洗澡的時候 你的 朋友需要上廁所 不會去搶廁所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衣櫃 哇 然後呢 這邊門還可以再推出去 哇 講錯了 推出器就是一個 哇 有樣子 欸,我們其實這個時候看到到 這邊門再游一游耶 呵呵呵呵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蒸氣室 哇 那 那個叫對面 漂亮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住的 大紅花度假村 來度假村一定要好好享受它的泳池 而且晚上聽說樓上還有酒吧 唱的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老歌 一定要把握時間 上去聽聽看 就好 啦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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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